市府新公处从去年底开始进行开瓶计划 要打通桃园各区的瓶颈路段 让交通更加的顺畅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陆续拓宽了许多的路段 解决了各地多年来的交通瓶颈 狭窄的道路挚爱难行 经过瓶颈道路的打通 将能够解决原路段的交通问题 新公处从去年开始执行开瓶计划 到现在已经打通了八条路段 接续预计要在今年底前 打通16条瓶颈路段 三年内我们会编列16亿的预算 包括用地的取得 那我们预计会完成48条的打通 尤其针对重要的路段来进行 在打通瓶颈路段的过程中 有可能会遇到大量的私有地征收等问题 因此所需要的经费过于庞大 或是当地居民有不同的意见 导致打通工程始终无法进行 因此巡工处会选择由下而上的提报方式 并且开会排定可行性 解决这类的问题 由下而上的这样的精神 也就是由里民里长或者地方的士绅 议员们提出这个 基本的这个很重要的瓶颈打通的需求 然后在有工所跟我们这个地方的相关单位来汇整 那当然重要的就是土地属有权的同意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它的效益 以及这个避免少征收到私有地之外呢 也少拆污这几个原则 做这样子一个打通的一个考虑 开篇计划将分为三连执行 将会持续的评估更多需要打通的路段 并且摆定优先顺序陆续施工 期望借着这项计划 打造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 桃园有线新闻炎昊轩综合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